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的角度 日本朋友加藤嘉一 还有一个比你还日本的中国朋友 李小牧 小牧咱们是故人了 五年了 多年前上过我们 而且他的身份 那个时候引起过观众的争议 因为他是在歌舞剂厅工作的 那儿现在你还统治着呢 我还在 保住我的岛屿 对 但是现在人家李小牧 也做很多公益的事情 跟加藤一样 你们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我很想今天聊一聊 因为正是我们大地震的纪念日报 对 日本刚刚发生了这么大的灾 你们两位还都去灾区 对 刚刚看望回来 对 这个你们在今天有什么感想 反正我是没在合伏上 所以这个 我担心 对 刚刚你还担心 接近你都担心 对 愿意 对 这个当然就是说 重灾区日本现在已经灾后两个月了 311 411 511 已经是两次两个月了 正好两个月 正好两个月 但那个重灾区现在依然是一片废墟 其实我走遍了一下 什么也没有 我当时就是说回想 是不是这个日本二战 刚刚战败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整个的 包括仙台 日本这个最大的 那个东北最大的城市 就是当年鲁顺先生留学的那个地方 仙台 在那个地方呢 也已经也非常是一个糟糕的状态 包括什么造纸的工厂 全都崩溃 什么那个造什么那个家 什么碎片的芯片的地方崩溃 然后就是说整个的日本的经济 在产业店是受影响的 有这个照片可以反映一下 小木呢是代表这个华文媒体 到灾区去采访 给我们带来几张照片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一看就明白 这是日本现在的反河 反东电的这个游行 再看下面 小木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各地来援助这个灾民洗温泉 洗到真正的温泉 在福岛南下马市里面 是这个是由关琪县送的设备 那个财呢是由那个老头子自己买 温泉是从那个阿姨子汇金县 女汤 女汤是女的女的和男的 女汤是女的洗澡的地方 泡澡的地方 这时候日本人分开洗澡了 对对对 不合遇 然后我们再看看 这就是洗澡的地方 这废墟了 这是5月5号 5月5号是日本的儿童节 也是就是男孩子坐5岁的时候 一定要放那个什么鱼啊 柯椅 柯椅的 柯椅的那种鱼 它是鲤鱼跳龙猛 就是日本的民族儿童节 对对对 鲤鱼跳龙猛 但是这个很让人觉得很凄凉啊 就是在一片废墟之上 孩子们过节啊 对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一修吗 我们都知道一修和尚 那个《聪明的一修》对吧 这个不是漫画的《聪明的一修》的原初的 而是一个殡仪馆火葬场 然后在那里做完那个DNA 有很多是没有找到 他不知道他的姓名 是属于不明者 然后就是失踪的那些找到了遗体 做完DNA 然后再把它火化 但是当时非常忙 我两次去到这个这个地方去采访 所以当时呢 就是没有地方放 只能往东京运 东京的火葬场 去把它做完DNA 把它指纹啊 什么东西 指甲啊 头发啊 都把它留下来以后才能烧的 不能随便烧的 现在说的 还有很多人是失踪状态 还是都弄清楚死亡数字 失踪状态 但失踪状态 失踪人士的肯定80%以上 都是为了被海啸嘛 可能吞并 可能已经是往大海 那这个在将来的记录上 就永远按失踪算吗 应该按 但就是说那谁失踪 那谁失去了 这是我们可以统计 就说这谁不在吗 所以说他的名字呢 因为日本人 我们认为上次 我们也在节目里说过 在日本一个人的名字 是他的第一尊严 名字是第一尊严 那就说他的名字呢 我们不管是在电视上 报纸上都一个一个的念 一个一个的播 这点很重要的 这个全国公开的 像全世界公开的 等于对他的祷念 啊 就念念诵他的名字 对对 是吧 对 哎 小牧 因为你作为一个在日本拘留多年的中国人呢 你这个也算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这种浩劫的这种场景了 没错 跟我们说说有什么特别触动你的 对我第一次去灾区呢 是正好是一个月的时候把整个的海岸线都走遍了 就是我自己 那时候我也正好在 对他在辅导 我在我在仙台在石卷在那边 然后走走往他的海岸线就是 有他就是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怨气 但是见到他们的他们当地的领导也好 丁长也好 特别是市长议员也好 还是很平静的在讲一些东西 比方说我我在石卷世界见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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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人 简直人 简直人 第一次去慰问美军和这个灾民的时候 讲到美军啊 就是日本美军包括我个人的感觉也是这样 就是有摄像机的地方美军就做事 美军就开始作秀了 就是没有摄像机的话就是聊天啦 跟女兵聊天啦跟记者聊天啦 一来了一看摄像机就开始转动了 简直人要来了 就开始在那里产地了干什么东西 所以我到这家区看到那个潜水的 全是日本的自卫队的人在潜水 在女川核电站的附近 在搜索这些遗体 因为十二十一号那年又是两万多人就是美军和这位队合同 在搜索最后一次嘛 所以就 所以我这个日本我是很恨监制人的 这个监制人我最近听说他说什么就哪怕民意秩序力是1% 我也不辞职 对 日本日本这个国家挺有病的 就是说他日本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危机的情况下 他的知己率应该是上升的 把坏事变成好事嘛 但只有日本是把他的知己率会降低的 那现在监制人谁都不信他 比如说上次他刚刚那小木说的就是说他到重灾区还给灾民说你们加油 你们加油 我说这太阳了 就是这不是你要加油吗 怎么不把他当回事呢 而且他我也那个刚刚去过那个中央的这个那个比较核心的地方 监制人天天抱怨疯发脾气 这个把把年轻人叫过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笨蛋 就是这样发疯 不停的发疯天天抱怨 怎么学者不把他拿过来 他天天抱怨 但我到了重灾区那些校长那些女孩子们 就是那个已经失去了家长财产包括房子了 那些孩子们他们都看不到未来的 他们他们不抱怨 他们都他们告诉我说那个小孩跟我说 哎家当哥哥我觉得抱怨是没有用的 抱怨不会解决任何的问题的 我把这个就好直接转告给那监制人 这个你天天抱怨 所以现在呢 因为重灾区大人他们的心情是最平静的 而现在最不平静的就是监制人 所以日本是坚强在民间 所以说不仅说他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这就是病得不轻 因为他是做符合性的这个大灾 所以我到那个南下是在30公里 就合幅是30公里 就警戒区一类的地方 去了那个南下马市 那年头发也不多了 对对对 都已经核辐射了 都灰掉了 然后就是也见到他们市长 他们市长就提到 他说你代表中国媒体来 他说我没见过中国媒体 他说他没见过 他说你们中国人是行动力是非常好强的 很快的行动力 哎呀我想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们这里来了很多上百个研修生到我们市里面工作 来的也很快做事也很快 但是这次有地震的回去的也快 一个也不留 他的意思中国人跑了 对 哎我觉得你看他说的这个 这个就这就是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日本人是你比如说如果我是中国人 假如中国闹地震啊 嗯日本留学生跑回国了 嗯我会觉得这很正常啊 对对吧他又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他不就溜了吗 对对吧他很正常 但是你看这就是你原来说过的 嗯日本人啊他格外有一种出了事啊 嗯嗯我所有的人要共同承担 对谁都不能走嗯他是不是有那么一种意识 对我刚刚参加了一个中国日本著名企业家们的内部会议 他说我们要不要转移生产基地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有危险啊 所以要发生地震的 还有人说还未来几个月之内还要发生震级8级以上的地震 那要不要转移啊 他们说我们正因为这样的危机的时候才不转移呢 嗯我还要留在这个国土 在这个国土上共同的度过 这就是日本人那个思维方式 所以你们当年就爱遇碎啊 就是哈哈哈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小牧这个刚才还在说这个歌舞剧厅的事 对 哎歌舞剧厅咱知道是日本的这个娱乐声色场所 对我倒想你现在这个大灾之后是不是就萧条了 嗯不是这样 只能说是去内的游客是拒检 就特别是中国游客这这一年多一直是很多嘛 嗯包括钓鱼岛事件的时候也是捡了 然后这次就完全几乎就看不到中国游客和外国游客 但是日本人反正多了 他的一个路牌包括那些银红灯楼上的都关的灯 虽然为了节约店嘛 计划性停电为了节约店 但是他楼里面都是满满的 一到了早上是铺天盖的人都出来了 所以反而就是就闹了大灾 他还是醉生梦死的 对对反正今天有就今朝醉嘛 嗯你你觉得这个对日本的现在日本人现在的心理上有什么影响 哎我这个我的歌舞今天不是很熟 因为我对那种文化不太不太感兴趣 刚才就很熟 不对不对不对 就是说我到了那个仙台那个4月11号411的时候 到了仙台就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嘛 那个地方的这种风俗就是娱乐的场所 嗯全都被关闭的 嗯因为我们日本人有个词叫自速 自就是自我的自严肃的速就是低调 这个时候行动要低调 那就说高五集厅那那那那点心是个嗨的地方嘛 就是去玩的嘛 就是说我站在日本的角度 那这样的时候去那样地方去玩 唱歌跟女孩怎么着摸摸怎么着 那这种行为那我们在日本看来是不太不太健康 但是我是一个月以后 我到我到了仙台是全开着的 全开着全开着是吗 对我到了仙台的那个他那个 日本人也一阵一阵 对因为他当时那一个星期都是自速 包括电视台的节目也不一样 对他过了一个星期以后 自速的期间对 末哀期间那过了那一阵以后 电视台的笑话节目也出来了 对该怎么样生活还是很正常的生活 然后物品呢也源源到位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是挺有秩序的 但他不一定是醉生闷死 我觉得就是他有今天能 他他必须喝酒的人 他还得要喝你正常的生活嘛 对吧 那明天还是还可以还可以很好的工作 要么那也酒也不喝什么也消费也没有了 那都也不给经济带来繁荣 我到仙台的时候连到Familima的那个 24小店买那个买那个罐装的皮纸都买不到 都没有了 都拿回去喝了 因为当然地震也把那个工厂给挣坏了 罐装的 这个小牧你还是你比我行 你就我们这个大地震纪念日 你最近还去了这个四川的那个当年灾区 对我去了这个不是独江眼什么的 就是重建的相当漂亮 哎呦这个不得了 有目共睹 对就是说那他合作其实非常合理的 我们不要说就中日国警察就怎么着 他不管怎么说 这个他的比如说他跟有个地方 跟广东省合作 有地方跟山东省合作 我们就叫对口支援 对口支援 那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对口支援 那就是这种东西呢 我把这个事情跟我们的 日本的中央的核心人介绍 哎呦有这么大的回事 那好好的好好的参考 他们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吗 没有我们是没有那么规范的 我没有那么的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规定 就是说很清楚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 跟这个没有的 而且就是自愿的 自愿的 都是自愿的 日本都是自愿自发行的 那就是说我这个国家体系在做 所以在遇到国家危难的时候 国家的机器 国家的力量 是哪一个社会制度好 我们先不去评判它 但是在这种倒在的时候 是个人力量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 所以说它那么多脏东西 还留在那里 它没有办法搬 连它的村也没有力量 连县都没有力量 只有它国家派出军队 才能把它清干净 但它不能动 那是私有财产 所以这就是个矛盾 对 你说看见很多脏东西还没清完 那没有 根本就一堆一堆都在那里 没有清 没有清 它不能清 因为那是私有财产 对 如果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 你全把它搞得干干净 你整个村子可以移动 要不然会有瘟疫 对 就是 这些传染病 对 所以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是 但你比如说很多人失踪了 可能全家都没了 对 他没办法 那他这个垃圾 就不能动吗 不能动 不能动 如果他有一个人活着 他在他那个房子上面写的 不许拆 就没人敢拆他的房子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日本人就做事 很死绑的 非常死绑 那此刻还考虑到 每个部门之间的什么面子 利益 那我不去碰 这是你的地盘 那不去碰 就是这种状态 这就是还是个人的事情 实际上你个人问题不解决 你会影响别人 瘟疫会出来 会影响别人 所以这个体制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一片废墟 311一片废墟 411一片废墟 今天依然是如此 那我刚刚就是去了 苏川的这个地方 那灾后重建的非常漂亮 那他今天512 那过了三年 已经是那样子 当地的老百姓 就是说全新的开始生活 但是那日本 我们就是说311 那过了三年之后 变成什么样子 我作为日本人是很悲观 按说日本的这个能力 就应该是很强 我那天是听谁讲了一个故事 好像说是香港还是哪儿 要援助日本多少钱 日本说是日本讲话 还很会讲话 日本人说 我们不用 我们自己能够度过灾难 但是有一个就过去 我们一直支持非洲的一个什么贫困地区 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力量顾不到那里 你们就把这个支援给那里吧 我觉得日本人这个挺有意思 他你觉得他现在怎么重建呢 这个他们要等这些 还在避难锁的人 要能回到家里 跟他们这些人团聚以后 大家要开会要商量 所以我这次到了南下马斯 就看到有丁长在跟他们在讲 你排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的家里 去把你的存这个拿回来 他已经排到7月1号 我不太懂他这种体制 好比说现在就一片废墟了 对 那么谁给他盖房子 是他自己家里的钱 国家拨钱 还是什么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只是很少一部分 主要还是他们的丁 就是他们的村庄 他们的城市里面有一部分补 但国家也说用国家的机器 国家的力量 来把这些账东西把它清走 给他提供一些方便 但不能全部给他 对 因为还是要靠到自己 而且这样还得制定新的法律 对 法律不改变 他没办法动的 就是我们就是国家 因为这个毕竟是自然灾害 如果是一个东电 那个核电站 他的辐射造成的什么个灾害 这个可以由东京电力来补偿 但是由海啸来被吞并的这些房子 是国家不能够直接补偿的 如果要补偿 那还得制定新的法律 那就是说 如果我家里财务被冲走都一空 我没钱了 那就是 那就是 那也就是没有 这么凄惨 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那流落街头吗 不 他的 当他那个村会 把他放在学校里面 也就是建的很好的学校 安排一些救济的 救济 他们吃得很好 一个中午有四个团队给他们送的免费 所以就说 我们就包饺子送给他 还有送那个高级海鲜的饭盒 还有饭团 还有烧肉 四种 那中午和晚上都是各个圆全国送的 然后早上是由市政府送两个面包 吃的没问题 吃的生活没问题 就是住的场 但这是非常被动的 我认为这是个悲剧 日本的悲剧 为什么 我那个那个那些当地的校长朋友们说 我们现在物品吃都够了 嗯 这个太好了 毯子什么水水 他们喝咖啡 还是还喝酒 够了 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我们不能永远避难下去 对 你说呢 我们在避难场 现在过得很好的 去得很好 吃得很好 喝得也很好 但我们永远永远避难下去 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们正在等待来自国家中央政府的 那怎么重建 是原地重建的 还是异地重建的 我们是不是要帮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还是在这里好好地继续抗战呢 不知道 过了两个月 不知道 实际上有一半以上人都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 尽管那里有海虾都冲平了 都是冲了平原了 对 不土难离 因为他说他私有财产 他走掉以后他到哪里去买 他花钱去买土地 变成海水了 那块地方也是 海虾就是他的 海虾就是他的 像成天机场里面有个三角 那个市人他不搬就不搬 你那个你那个跑道的改路 一样的道理 他不搬 我们想不到的问题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怎么现在 从形形色色的人 包括在家藤 包括这个跟日本有关的人 对于这个灾后日本的重建 甚至包括将来日本在什么重新振兴 我觉得都有一种悲观情绪 就是好像大家 觉得希望渺茫似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先讲 就是说 我觉得通过这次大震 他们是60年前 那个国家已经毁灭了 但通过60年 他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然而60年后的今天 他又遇到这样 我觉得对他们的年轻人 是一个非常的 最大的一个震撼的打击 给他们一个刺激 然后呢 因为日本年轻人 这20年 因为不努力 所以他的经济 比中国还落后了 所以通过这次呢 一定会 我个人 我个人想 应该是不到三年 他们一定会复兴起来的 因为他们的 本身有很好的技术 也很好的软件 然后他们不是把整个国家 给震掉了 也只有三分之一都不到 但影响到八千万人 是影响到一半的人 你想想这么多的人 如果在中国影响到一半 这么一段 是个什么样的现象 那他一点没乱 所以从两个月以后 现在没乱 只是还 重建家园怎么做的话 当然他们有亲戚 有朋友 也有他们的政府 在做这些事 而且现在正在说 要改变他们的法律 要重新立法 我觉得很快应该会不会是 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悲观 是 我就觉得你说二战 这家伙那才叫废墟 原子弹都扔两颗 他都能够几十年间 重新振兴 现在怎么就不行呢 现在我也现在 刚刚那小木格强调 就是说 我相信未来三年 或者五年之内 日本会重建好的 就是说 包括唯一的不确定性 就是说我们的政府 工信力太差了 这个唯一的不确定性 但其他产业基础 老百姓的配合程度 都会到位的 但是我的非常大的 这个一个想法 就是说 日本此刻 日本还不爱接受变化 还照常的工作 不爱接受变化 此刻是日本应该变化的时候 我们说日本失去了二十年 我们泡沫崩溃之后 已经失去了 这次时光二十年 那就是说 这次如果地震 我们把坏势变成好 把坏势变成好 是危争有机 如果不通过这个机会 去改变日本 打破底线 比如说 日本把我们的市场更多的去开放 或者说我们就是说 改变一些税制 比如提高消费税 这个降低企业所得税 包括请更多的外国企业 请进来 因为我们还面临老龄化问题 那如果我们不从这个机会 那寻找一些突破口 就我们说第三次改革 第三次开革 就是自从 紧次于明治维新战败以后的 这个第三次改革 如果不这样去做的话 那我认识会很悲哀 所以我的建议 就是说 把那个重灾区把它变成 我们学中国把它变成经济特区 免税政策 就工程线 辅导线 严守线 所有的外资的人才 劳动力 资源 资金 全都是免费 免税的 但是如果盖在那 如果再海水 又把它冲掉怎么办 为什么那个天下移动 这是日本的命运 我们是个岛国 没有办法 但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日本的很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不够开放 我们市场不够开放 外国人不愿意到日本投资 因为这个地方太封闭 但是我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恐慌 你比如说老实讲 我本来想去日本 但是真的是 虽然说辐射 说都没有什么 还没什么 但是谁知道 你这不是咱不了解 因为没有一个准确的信息 到底是服事到什么程度 对啊 才刚刚开始的 他刚刚开始进人那个辅导 你说那些地区将来你弄成特区 敢去吗 没问题的 我可以给你提供核心的情报 没有问题的 就核心上不会成问题 是吗 你可以放心的去 跟监制人保证过去 对 我保证 差不多保证过 对 没有问题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他们未来还会在上海老家吗 还会的 有一般人上海世界 日本人很执着的 我们不离开 真的